財務公司最怕這麼類型的客人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人們怕人們借錢不還 第二個,當然我們當然怕假身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假身份沒有仇報 他們借完之後,你再告他 原有的業主或者原有的借婚人 說不是,我從來沒有借過 第三,最怕的客人是什麼? 當然是假樓契 尤其是我們做物業按揭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要客人拿樓契來借案揭 問題是案揭那份樓契是真的還是假的? 第四,最怕這類什麼? 業權有問題 就是一樣都是真的 人也是真的,樓契也是真的 但問題是原來那個業權是有問題的 好,最後的風險是什麼? 薩賴,什麼叫做薩賴客呢? 就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因為我們做財務公司 正如我們所說 很多時候我們每一樣所簽的文件 我們都一定會很清晰解釋給客人聽 每一個的貸款條件 他借這塊錢,貸款多少? 利息多少? 條件是什麼? 123,blah,blah,blah 我們會很清晰解釋一下 但是也確實的 當有些客人殺賴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簽了什麼 原來財務公司的時候 最怕客人的五類風險 剛剛施芬大約說過 客人不還錢,假身份,假樓契 業權有問題,殺賴這些時候 當然要知道怎樣去解決問題 沒錯 你想了解多些行業怎樣營運 又或者這個基金怎樣運作 明天有最後一場 對,我們四樓那邊 進去